目前电影《惊天救援》正在上映 片中杜江饰演的消防通信员韩凯 不顾生死营救生命感动了不少观众 再次塑造消防员角色 为拍出新意 杜江在动作戏和文戏两方面 都下了一番苦功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我爱你 我是演员杜江 电影《惊天救援》 讲述消防救援战一众队员 争分夺秒营救生命的故事 这也是杜江记忆烈火英雄后 第二次演绎消防员角色 通过以前的工作 其实才深刻地接触到这个群体 这个职业 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入戏太深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凡是在新闻上看到 关于消防的内容 还是在大街上路过走过消防队 看见消防车 我总是不刻意地 就眼睛就被吸引住了 所以就当《惊天救援》这个剧本 找到我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犹豫 就接下来了 我也一直在告诫我自己 就不要抱着自己固有的那些经验 去参加这一次的体会 放掉之前学的东西 从零开始 我是冬季员 招好夜宫 保护好自己 影片呈现了大量火灾 爆炸等灾难场面 消防员在救人过程中 需要完成不少高难度动作 其中一场爬绳索救人的戏 让杜江记忆犹新 我都是亲身上阵的 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让给其他人去演 我特别亏的话 这次挑战性的动作是爬那个绳子 就是上面有一个被困的群众 需要去救援 他在三楼 我要爬上去 我们做了专项的训练 就是爬这个大绳 它是一个力量和技巧 都需要配合统一的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因为剧情的需要 这根绳子从一根正常的粗的麻绳 变成了一根拇指粗的一个戏声 就很难吃到力 动作戏尽职尽质尽责 闻戏杜江也丝毫不含糊 这是我在电影里第一次牺牲 这次牺牲了 我想我的戏份结束了 但是最后一场戏 我也要做好我演员的职责 我要扮演一个好的遗体 那我不希望旁边的演员 在那个布丹撩开的时候 看到里面是一具服装假人 躺在那儿会影响他们的表演 我希望不管在任何的状态下 哪怕要移动我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 就好好地去扮演好 我最后的这一场 盖着单子 听着外面在演戏 其实内心在里 躺在里面还是很感动 虽然战友已经走了 但是我们一个都没有落下 再次饰演消防员 杜江对消防员的职业精神 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就是人的下意识 都是先自我保护 回避灾难和危险的 那消防员身上的这种精神 到底它的力量 来自于哪儿 我们也问了很多消防员 我希望从他们的口中 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们告诉我的都是使命责任 我们已经养成了 下意识的这种职业反应 他们做出了超越常人的选择 他们拥有常人无法拥有的勇气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 对消防员这么热爱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 医生 请你相信我们消防员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 睡到自然醒 希望你们每次点名都有人硬 希望你们每一次出警 都平安归来